站住 站住 不得站住 神神学子十年寒窗 等的就是这李月龙门 登上成名殿的机会 常某拭目以待 耳洞当中是否有人 能当得起常某起一身相迎 尊一声无双国施啊 你去 快去 我 我一会儿再去 怎么 清明书院 就没有人能应战吗 淳于公主 你也胆怯了吗 令尊号称天圣第一武将 难不成会生出一个 临阵退缩的儿郎 那可真是令常某恶患坦息了 淳于猛不才 愿为铜窗打个头阵 好 来 混账东西 趁公输罪 请你几位三爷 我能无法进入江王堂 知道了 看来今天 还真得出个无双国事了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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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啊 你去 干好了 怎么样 说呀 你管哪你 你行你上啊 去就去 谁怕谁啊 钱某不才 也替各位去试试那卓英卷的深浅 遥相 要向辅佐陛下二十余载 文贯地精 想必是虎父无犬子 怎么 不让杨宇眼前去试一试啊 小侄早想下场一试 钱彦出来了 钱彦出来了 他要是没拿上牌啊 没拿上牌啊 没拿上牌啊 好 这陛下 用卓英卷 来清明甄选无双国事 也不是第一次了 怎么这次 长公显得特别希望有人 能够达出这卓英卷来啊 陛下能得英才 那是朝廷之幸事 怎么今日姚相推三堵四的 难不成是怕 这承民殿上 多了一个无双国事 分了姚相的权 姚某的心思 这次怎么能够 与长公相较啊 第一题 策论 金木水火土 谷为修 学子摇扬宇宙 开二卷 好 季平 得ق 此题 这 这个 这 这 学生杨阳宇愧对圣恩 连姚相之子 于清明苦学十年 却才达出议题 我来 罢了 回宫吧 新元首你可知罪 新元首 你执掌清明以来 所受学子不下千人 却始终无人能达出这卓英眷 这清明可还担得起 天子门生的称号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今天必须有人达出这卓英眷 臣被令殿下辱你所愿 臣知罪 启禀陛下 微臣愿意举荐一人 财思敏捷 也当可一世 只是 只是此人容貌丑陋 不堪面胜啊 父皇用卓英眷 甄选无双国事 本就是不拘一阁 怎可应相貌丑陋 而错失英才 不拘一阁 父皇 儿臣恳请召见此人 父皇 儿臣执掌清明不足粤语 假以时日 必定有学子 能达出卓英卷 儿臣也相信 无双国事 必定出自儿臣所执掌的清明书院 不过父皇 这相貌丑陋之人 儿臣的意思就 父皇就别见了吧 纵使他才高八斗 但如果面目乖张 经了圣驾 岂不是不美 太子殿下 如果经了圣驾 你担得起吗 若能为父皇选出无双国事 这个罪孤单了 太子殿下 楚王殿下 微臣倒是有一个主意 既可令陛下得见此人 又可免去冲撞陛下之罪 陛下可否能恩准令此人 眼面前来见驾 你 心愿手果然机敏 儿臣恳请父皇召见此人 万一是个庸才 太子殿下 你可不要后悔呀 是不是庸才 也要父皇见了再说 父皇 儿臣恳请召见此人 准 谢父皇 谢陛下 决然 刑睦 而且是 他 不许可遇 你们决定 可不想着 过来 出国要產生的 你不想着 你让你不想着 自己把这马银银这事 你自己把这娘衣证 你自己把这我变成了 黄某我 你真想一睹这才子的真面目啊 竟然有人答对第二题 看不出来 阿姨 您就不好奇里面这个人是谁吗 要不 带我们进去看看吧 我真是觉得有点奇怪 快快快 走走走走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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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我 看见了我 卓英卷第三题 策论 照言其诸 朕令有疑问 草明愿闻其详 读 朕观古之王者 受命军人 兢兢业业 称天顺地 然 但有前朝大成莫敌 祸皆漏坏 兵宿中原 生人困窃 好其大半 若你为臣子 必已失 举何方 而可以服其声 用何道 而可以记其剑 既往之时 何者一成 将来之语 何者当见 后天 元十二 草明以为 发德英昭贤士 寻可行之谋 垂不眷之听 正是对财时兼茂名 与体用之策 曹明以为 有国不患无贤 患不能用贤 不患无之言 患不能容之言 敬服朝廷之大 百官之众 非无贤也 来来来来 让一让 让一让 怎么回这儿 不知回事 如今 有人达出卓英眷 陛下欣喜 各位同仁 以及深深学子 都为我天圣感到高兴了 都想 一睹这才子的真容 你这这这 这有点不尽人情了吧 放 快快快 看这儿吧 看这儿吧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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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谁啊 知道了 看清楚了 看见了 看不见了 你看看了 我还记得 一采其策 忠未渐进 执必有令 令购而执不悔 不幸而终不追者 内不宜其身 外不宜于人 忧君而不顾其己 寄物而不求其利者 如此其切于天下 福天下者 天子之天下也 天子安 臣得保其生 不安 臣不保其死 是以怀其孝 以天下为忧 不怀其身 以天下为念 说得好 说得好 所谓温柔其人 朕相信 有如此雄金之学者 定不会容貌乖肠 朕今日就要看看 我天生无双国士的真容 只要是个位女孩 太子殿下 你可不要后悔呀 宝贝 清明学子未知 参见陛下 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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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吧 明明面目清净 为何要欺瞒于朕啊 回禀陛下 只因学生无意间 发现了一个秘密 若不遮掩面圣 怕是没命见到陛下了 陛下 为之冒死见价 只为有人欺君网上 果然曹明愿你一死 揭发血浮屠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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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让开 让开 放我两个场 住手 大爷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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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到我下还来不及 已经来不及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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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我你不杀他的 不论你的计划是什么 都别再让更多无辜的人丢了性命 好吗 好 我答应你 你答应过我的 启禀陛下 金羽卫今日于清明书院 生擒刺客五人 皆已招任 曾效力于大城血浮屠 此外 酷刑之下 另外两名刺客还招供说 说 太子殿下 你血口本人 血口本人 血口本人 明义 你以故言狼狈为奸 勾陷于故 不 万万不能相信 万万不能相信哪 说 他污蔽你什么了 说 他污蔽你什么了 什么是朕 万万不能相信哪 他不说你说 你什么 酷刑之下 那一念还招了什么 陛下息怒 挥禀陛下 他们说大城灭亡以后 既被太子殿下所亲 本以为是伏法必死之命 没想到 没想到太子殿下 不但饶他们不死 还把他们换养于清明书院 保他们在天圣得以偷生 这一十八年以来 他们暗中为太子殿下效力 这些人 父皇息怒 陛下 父皇息怒 父皇明见哪 那些人 那些人定是 定是受了宁义之命 来陷害儿臣哪 对了 对了 父皇 那些人 那些人都是在 宁毅掌管清明之后才进入清明的 父皇明见 父皇明见哪 太子哥哥 未知是先与本王进入清明 他也是先与本王 认识那些血浮屠假扮的仆役 父皇 如果你有疑虑可召见韶宁公主 你问韶宁 未知之言是否属实 父皇 父皇您一定要相信而成 父皇 不能相信哪 不能相信哪 父皇 这一切 这一切都是宁毅设的局要陷害儿臣 父皇 那 未知 竟是他安排尽清明的 父皇明见 父皇明见哪 父皇 儿臣冤枉 父皇 太子宁川 主王宁毅 我会福自行 不得出父 武诈不得出父 安生 万世 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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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也算是死得其所 对得起血腹图的名号 师父 你早知道他会死 我已知可是顾衡首领的子嗣 总书令 那您一只眼是否可惜 若是要救顾衡首领之子 就要听他之命 搬到太子 你果真愿意为顾首领效忠 当真 活上性命也在所不惜 十八年了 我为自己的儿子苟且投胜 没向他到头来 我儿子却为了救顾首领之子 大胜了性命 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这便是老天爷 对我不争不义的报应 我在十八年前就该死了 如今 如今 知情的死得其所 好 我教你个两全之法 既可救顾首领之子 也让你死得其所 为顾首领报仇 但请首领吩咐 谈请首领吩咐 血浮屠听命 此事案应是证 保护好之危 明明 知道 记着 定时回来 向我回报 是 将为之为无双国事 赐御前行踪 为之遵旨 谢陛下隆恩 谢阳下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想她 挤徐徐徐 叶eme 根本就是 令邱某调查 昨日清明刺杀一案 事关两个皇子啊 邱某实在是忐忑 姚相可否提点一二啊 邱都督不必过于谨慎 清明刺杀案 虽然关乎两位皇子 但是姚某以为 此事更关乎陛下的安危 如果说提点 你我都是陛下的臣子 邱某明白 谢我相言 不必 敢问这位学子可是令郎啊 一向听闻姚相公子 就学一清明啊 姚某的犬子 怎比得上这位 新晋的无双国事啊 魏芝啊 见过邱都督 魏芝 魏芝 今后是要通电魏臣的 魏芝 叔父 叔父一别久矣啊 叔父游子康俭 真令小智欢喜 无双国事 是 姓是你 叔父 此次求学清明 执儿本当前去拜访 只是因为学业繁忙 便耽搁了 叔父万无介意啊 原来是邱都督的子职啊 恭喜你 姚相牛赞 不过是无知小辈 一时侥幸罢了 姚相 姚相可否先请 我已知 知耳多年未见 好 如此姚某告退 之为 之为 马上帮我回家 说清原位 否则 我饶不了你 舅父 我现在可是未知 是陛下清点的汉林学士 明日就要上殿前指引了 叔父可莫药式的分寸啊 你要是再跟我装疯卖傻 不怕我接了你的皮 舅父舍得接我的皮 那可舍得自己一身荣华 全家安眠了 知耳告辞 你 好小子 看不出来吗 真是一别半日 均一飞登龙门哪 而我等却还在天子脚下折服 我要收拾行囊 离开清明 陛下也赏我宅愿了 燕兄 你与我同住 我总觉得这清明不安全 莫非 上头要大动干戈 只怕大动干戈的 另有其人 别问了 信我就跟我走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跟着我会有危险 愿吧 你 ven 種料 宣 昭华殿学士未知尽见 未成未知参见陛下 未知 陛下在这儿呢 未成未知参见陛下 平身吧 过来 陪人演唱 遵旨 此座 上回一清明见真 你还是一届平民 却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如今祸封了无双国事 怎得如此战战兢兢啊 回禀陛下 清明学子未知 面见陛下乃是抱着必死之心 自然无所畏惧 可不成想 我不但活了下来 还当上了昭华殿学士未知 参见陛下 自然便有了计较 患得患失 难免也就战战兢兢了 不错 不错 是句大实话 有所求比有所惧 未知啊 如今已走入士徒 真相知道 你又有何所求啊 微臣本无所求 亦无异于士徒 既无异于此 那又何必前往清明 又何必打这卓英卷呢 微臣是为了报恩 报恩 何人与你闻哪 楚王殿下与微臣有相救之人 因此微臣才去了清明 所以清明的一切 都是您已安排的 回禀陛下 微臣以为 楚王殿下并没有安排什么 因为微臣发现 隐匿在清明的血浮屠残部 完全是靠盲打勿状 正在告知楚王就被那太子扣押 之后之事 想必陛下就都知晓了 如此说来 朕的国事 是为了报楚王之恩才来的 微臣与楚王业仪两清 还望陛下莫遥误会 从今往后若有可能 微臣与他再无瓜可 天逆之意 似乎是对朕这个皇子 颇有怨言哪 陛下可曾记得 当日微臣被血浮屠扣押 是一个小马夫舍命救了微臣 虽说他是血浮屠于孽 却也是有情有义之人 他临死前 求微臣保他父亲活命 那楚王也是答应了微臣的 曾想 不曾想楚王 还是要了他的性命 血浮屠于孽 人人得耳诛之 微臣怪不得他手下不留情 可是他本可以不答应微臣的 那几个女孩 我记得是为了 我的保证所以 impartial enter一个内使全身 双赵 双赵 来了 领导 是 是 没事 没事 嗯 来 如今你既不为了报恩 身为超臣又打算如何呀 是为了功名利路 还是为了治国安邦一展包袱啊 自然是为了功名利路 这满朝文武 怕是多一半都是为了功名利路而来 可是在朕面前 敢如此直言之人 你倒是投一个 陛下 若是在半年前 微臣是绝不会做这无双国事的 微臣只求浪迹天涯 看着这天大地大 自由自在岂不快活 时隔半年 如何变了心意啊 因为在这半年间 微臣才发现 一个人活在这世上 无权无势 只能是任人摆布的命运 只有位高权重方可自由自在 按自己的心意活着 未知啊 未知 你今天多大了 未急若惯 陛下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未知是虽然才智过人 可终究还是个小儿郎啊 日后你会慢慢明白的 越是位高权重者 越是不能按住自己的心意活着 那陛下是天下之主 也不能吗 朕恐怕是这世上 最不能按自己心意活着的人了 那既然如此 那皇帝又有什么意思啊 放肆 陛下恕罪 为臣这信口活泉的毛病 又犯了 平身吧 朕也是常想啊 朕这个荒地当的 实在是不舒服 可是朕现在没得选了 现在就看魏学师 怎么选择了 不知魏学师该如何选 是捕活这条大龙 赢了朕 随了自己的心意 还是继续制孤 让朕拖了这条大龙 弘朕开怀 是 心某有理了 为之出自清明 心愿首以日为师 终身为师 心愿首的大礼 我可担不起 讲得好 那我问你 如今 你是敌是友啊 既不是敌 亦不是友 同朝为官 都是陛下的臣子 都是 是陛下的臣子 说得对 那 你不想再帮助楚王殿下 我为之如此愚钝 连他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帮了他 会不会又害死了谁 看来你这无双国事 确实愚钝哪 你可知为何楚王殿下 一定要老马赴死 为何 好啊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呢 为师就再赐教你一句 记住 眼睛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的 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要好好问问自己的心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找老马赴一命 是 为什么 所有害了朱英姑娘的人都要死 那你当初为何要答应我 本王答应过你吗 本王答应过 但是 本王经常有一些答应的事情我做不到 难道你不知道 都是为之的错 都是为之语的 不过为之现在 明白 也终于明白殿下了 你自己的事 让你自己注意一点 太子宁川 罔顾天子圣御 不念手足之情 如此不目忠义 逐令 禁足东宫 血浮屠一案 一日未查明真相 一日不得出东宫半步 钦此 儿臣领旨谢恩 小的也是封面行事 帮典下莫怪 南逸 当初你救我一命 却还得跟着我风餐路肤 我还有担心为我饶你 今日我终于有意地 可以报答你救命之人的机会了 这条街的吃食 今日你随便吃 我请拿 当真 那还有假 我现在可是朝廷命官 刚领了这个月的 太忙了 看来当官 还是有点好的 金文官员 张立 别打了 张立 别打了 张立 你小的吃错了 你打的 你干什么呀 别打了 小的 别打了 张立 你 张倒了你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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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知道你给我出来 找个眼睛了吗你 走不走 他们干什么呢你 小的不是 小的不是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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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 万一他不出手 可如何是好啊 所以就命你 去清明书院 弄来这身刑头 他心中有汗 由不得他不出手 万一你知道吗 当官还有一个 天大的好处 可以随意管闲事吗 这叫荡静天下不平事 是谁在这儿总管闲事 不知道这不开眼的 打了谁的刀啊 长公 长公 我以为是谁呢 我今日要打的就是你 这只长家的英权 长公 谁这么大口气 当街军销呢 未知见过长公 新进的无双国事 真够闲的 此等贱民的事你也管 魏某最见不得 这一大七小一官七名的排长 不知长公上了成民殿 是否也敢如此嚣张啊 魏学士 难道你会为了一个贱民 在朝堂之上 谈何常谋吗 那也未尝不可 好 魏学士 今日之事我记住 还有你这个贱民 长公 这不关小的事啊 小的该打 小的该骂 我什么时候这样的骑人 我欺负你了吗 小的该打 小的该骂 官家 您这可是害死小的了呀 快起来吧 起来吧 得近日起 你就是我魏知的孙子 谁人再看习药远 我才会替你出头 魏知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芝麻官 能做到几时 那就不劳长公费心了 走 让开 让开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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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小哥如何称呼啊 小 小的叫长 长吉 长吉 吃饭了吗 这条街的试试我请客 随便吃 走 谢谢 走了 这儿要补给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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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的层次颜色都很好 这儿 未知见过殿下 你来 你来 看看这个文样 你喜不喜欢 来 陈尚在武相之年 哪懂这些个生命玩意儿 看来本王就是个不务正业的表率 看来本王就是个不务正业的表率 难为无双国事屈宗过府 为本王送些吃屎吧 老奴怎么也不肯想 打小在田里看腻的西岩花 被殿下这么一画 竟成了稀罕之物 这个文样既好枝又新鲜 你明日可以让房里的支付们 开始上手做了 老奴替他们谢过殿下 这下大家就有了虎口的手艺了 在这里 要补几针 颜色才有反差 是 殿下 就是王谢堂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但愿知户们的女儿 有一日可将至属己逢做嫁役 非有这么一天的 主子 这餐食再搁下去 大约只能去喂马了 我说魏学士 您不是来送饭的吗 不务正业呢 看来本王府 真是招了什么魔障 谁到我这儿来 都成了不务正义的主 完了 吃饭 对了 我在御膳分析给霍叔 酒也给他 是 老奴这是烧了哪柱高香 这辈子还能尝到皇家御酒和御膳 谢过殿下 这酒可不是轻易喝的 你还看过那房间戏台在上面唱的 这可是动不动就下毒啊 爷当知道 这房里的烧酒都是老奴的命根子 慢不说这可是皇家御酒啊 要是能抿上一口 老奴便是明日见了阎王爷 那也是笑着走的 酒你可以喝 胡你要还给魏学士 不然魏学士 丢失了皇家酒具被罚了俸禄 岂不成了朝廷的笑柄 是 到底还是殿下体虚微臣 那代臣领了俸禄 必去房里挑些赎井 为我阿娘封治星衣 真的吗 你来 你娘真的会喜欢这样的纹鸦吗 如果喜欢 本王就一针一线做了 送一套华服给她 你弟我也送一副 好吗 此刻的殿下 真是虽居鲜勉之中 却有山林之气 你是在拍我马屁 是 主子 叫郎中 快 是 霍叔 霍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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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做事的啊 这么小事都做不好 你知道吗 这是 这是陛下赐给楚王的御膳 长吉 还不快请给史恕罪 请他念你第一次当差 宽幼责告 给史恕罪 都 都是小的笨手笨脚 连大人有大量 罢了 咱家再去换一活新酒 卫学士稍等片刻 万不敢劳本给史 小的知道酒在哪儿 这就去换一活新的 这是他第一次进宫 难免有些紧张 还望给史多多体谅才好 好说好说 这都是人之常情 想当年砸家进宫的时候 也是这种场景 倒还算凌厉 谢过给史 为准失常 闭嘴 殿下 怕是没救了 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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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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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恕微臣莽撞 如今殿下乃凤之于 服冲自行 无朝不得礼服 还望殿下三思 我说是本王的至情 无故冤死 难道本王应该忍了 这口恶气 坐在府里 置之不理吗 为臣并无此意 其实之事 为臣也是难逃罪责 还望殿下 准我查明此事 否则为之此心难安 霓裁 微雪事 有人假借你之手 毒害本王 你身边的人 一个个脱不了干系 全部应该绑起来 大行伺候 一定能问出原委 家 我与那火叔 虽然素美平生 但却都是身不由己 卷入皇家争斗 相比火叔在天幽灵 也必不忍累积无辜 刀若此人真有恶心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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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敬主子 我查过了 此酒确实由玉山坊 直接送往王府 除了玉山坊的人 也就是问雪事身边的人 放个主 有何意证 魏雪事的随从当中 有个叫长期的生意面首 我似乎在少年公主的身边 见过此人 魏雪 你明明知道是何人所为 竟然怀揣脚性之心 你想保那个不该保的人是吗 天下明见 微臣确实不忍挫伤无辜 再给霍书增贴不该有的夜报 倘若我真查明幕后真凶 我以家母之名其事 必将其生之以法 好 一日之内 如果你不能兑现对邦王的承恶 小怪邦王无尽 我一直谢过殿下 父之为 除恶无尽 面上更多无辜 这件事难道真是少年公主所为 先一计行是吧 我自有分寸 不用去 贵之参见公主殿下 贵之 你帮着您陷害太子哥哥 你还有脸请我吃饭呢 你 快吃饭吧 这是 我只是如实禀报陛下报了 你吃啊 你再说 那个若不是你非要追着我打 要拿小马夫出气 我又怎会发现 他们身怀绝技 还生出此等事端呢 什么 那你现在的意思 是在怪我吗 是我害了太子哥哥吗 你是个零压嘴里的 你这东西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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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以为你是公主 我就不敢还手啊 你打呀 你又不是没打过我 反正我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我唯一的亲哥哥 也要没有了 我还怕什么呀 你别管我 你不知道请我喝酒吗 酒呢 完石 上酒 我还以为你 你不得好吗 你也不是 不不不不不 你不不不不 你sein替我 这就好像不愿意 我李莱峰 来 殿下当真远喝 一醉姐千愁 现在除了喝酒 我还能做什么呀 这酒壶你可认识 这不就是御膳房的酒壶吗 好 公主殿下 你身边是不是有一名侍卫 叫常吉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吧 此人今日是否在您身边 好啊你 还说你不是帮宁英做事呢 你想趁我喝酒套我话是吧 我与那宁毅清非故 为何要帮他 我与太子无怨无仇 为何要害他 如果太子殿下 行得正坐得端 又有何人能够害他 哥哥到底做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不信 我不信太子哥哥 会谋害父皇 太子哥哥 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能够得到 父皇的赏识 所以无论他做了什么错事 只不过都是希望 父皇能够喜欢他 你没有生在皇家 你不会理解的 你们从出生 天生就能得到 父亲的宠爱 可皇子们呢 得到父皇的青睐 那就是一个天大的赏赐 需要万般努力 才能得到的 等一下 你别喝了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宫吧 长吉被我舅父 长海借走了 你刚问他干吗呀 算什么 桑中机要 让他 别想 你好大的官位啊 微臣是理了 天审十年太子临川炮制物馆 购陷三皇子您瞧 都说了这是超重机要 万一被人发现你我都是重罪 本王忘了 你现在可是父皇面前的红人 本王失礼 殿下要封得封求雨的 与心愿即将实行 还有什么是不满意的 我说只死呢 那长海所为 我一句是比明了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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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虽然已经查出的是 和人指使下毒 但自然没有受到处罚 你还包庇了不应该包庇的 那千本王一个承诺 殿下你这是在威胁为止吗 我都已经说了 殿下的心愿即将实现 届时该处罚的人自然逃不掉 不该被处罚的人 那也应该平安地活着 这不是最好的结局吗 少林公主她根本不知此事 你又何苦定要将她牵连进来 本王只是为了一个少林吗 长海敢借公主之首毒杀 当朝亲王拼的是什么 未知 未知 本王提醒过你 明海长家 才是我天神最大的毒瘤 本王这是为你担心 你也许有一日 会死于常使的暗箭之下 与着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今可是如了你的心愿 随了你的意了 还没有 还不满足 怎么 一定要太子人头落地 才能撑上你的心 还是 你做上太子之位 才随了你的意啊 如若要随了儿臣的心 我只愿那兄长宁川 人品高贵 才当得起这大统之才 如若要依了儿臣的意 我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三哥还活着 五哥也要活着 我们要付辞此相 兄友敌功 和乐容容 说得好听 这真是儿臣的本意 那太子之位呢 无以然之 你布局八年 苦心经营 扳倒了当朝太子 都仅仅是为了宁桥 不错 你何以如此执着于宁桥啊 怎么 说不出来了 既是君臣 亦是父子 那此时此刻 是君臣还是父子 父子 父子 k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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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出现 之后的十数年 只有三哥陪着这个儿子 是他唯一的亲人 太阳 父皇 你应该都不会记得了 你是在怪罪证吗 儿子哪明白 这皇家亲情奢侈 所以我才尽力 去记得那些温暖的人 温暖的事 可是 怎么你不敢说了 你是不是在怪罪证 是 我在怪我父亲 我记得很清楚 当年我父皇 跟母妃感情深厚 但一夜之间母妃病故 父皇不闻不问 任由功力 流言思起 质责我母妃 你还想干什么 你母妃是病故的 你还想要干什么 怎么 你还想查到针 你父亲的头上来吗 父皇 认定母妃是病故 是因为你相信 这宫里的流言蜚语 并非空穴来风 父皇 你之前不是也认定 三哥是一个 不忠不孝的逆子吗 而现在呢 你还要杀你母妃之死吗 你还要杀你母妃之死吗 儿臣以为 这是为人子引尽之责 如若不然 明依 妄为人子 如若不准哪 是陛下不准 还是父亲不准 朕 父亲 都不准 儿子好糊涂 儿子好糊涂 是不是因为父亲自私太苦 那你反儿子 陪他娘亲吧 好吗 好吗 父亲 好 父亲 为陈元八年的巫蛊之案招选 以证视听 朕 既授命上天 亦为人父 不准 凡载苍生 皆存腐育 旷乎众资 宁不忠心 赵元宣致 遵旨 门下 门下 赵少应俊命 至昭铸卿 揽于旧典 追命黄三子 以赌朕心 黄三子宁桥 眼归在首 追封为庄义太子 今其重归宗庙 亦应归至 依太子礼 特斥令楚王宁以督办 福到奉行 谢父皇 庄义太子 魂儿有灵 必当 必当家私荣宠 谢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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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圣明万岁万万岁 终请平身吧 谢陛下 陛下 陛下 据姚相等臣宫参居之果 太子宁川 返行以据 事皆明宴 原 微臣身为太子少保 愧赴圣上厚望 失察之最难免 故叩请圣上将旨 一并处置 为人主而大信其子 则奸臣得逞于子 一成其私 皆是 朕得过错 为之宣臣 臣遵旨 陛下 赵有皇王私募离术 贤历尚赐 以手踪跳 故本望其私爱 既是存乎公道 处父之计 设计系以安危 费力之归 顶命由其轻重 太子宁川 地为长敌 位居明两 训以诗书 教以礼乐 而邪辟是党 仁义灭文 疏远证人 轻逆群响 善无威而不备 恶无大而不及 长西元年 大皇子宁川 应射杀大成遗孤之功 得太子位 然经 经与位总指挥使顾也为证 此功乃窃取于楚王名义 宁川欺君夺敌 此乃大罪之义 宁川继太子位后 暗中换养血浮屠 刺杀朝中一己 党同伐义 十余年间 共计谋害天圣众臣三十六年 宁川换养前朝遗孽 谋杀本朝众臣 此乃大罪之二 天圣十年 三皇子宁桥查得其罪 宁川为遮掩罪行 指使赵王宁言 逃至巫谷案 构陷宁桥蒙逆 千连官员 及家眷数千人之重 宁川泯灭手足之情 残害数千无辜者 此乃大罪之三 太子宁川 罔顾圣恩 暗害兄弟 明禄百姓作乱犯上 拙乱朝长 惊起 剥夺太子位 免为庶人 收押于宗正寺 永无胜